他追捕啊 我要救人啊 跳不住啊 画面中看到的就是涉嫌开车冲撞人的黄姓男子遭警方逮捕的状况 而31岁的黄姓男子他是住新北 他和住嘉义的28岁蔡姓女子已经交往了一段时间 黄姓男子还送一辆汽车让蔡姓女子逮捕 但是他最近发现蔡姓女子移情别列 所以他搭了高铁南下跟蔡姓女子 以及他的新男友许姓男子相约在这个高铁站附近谈判 7号当天蔡姓女子开车载着许姓男子到嘉义高铁站 接到黄姓男子三个人一起开到路草的一处公庙前谈判的时候 在车内起了争执 所以黄姓男子把蔡姓女子还有许姓男子的两个人 通通都赶下车之后 当两个人在路边一面走一面聊天的时候 蔡姓男子就从后面开车直接撞飞了许姓男子 许姓男子重摔在地 送机急救 重伤还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来到现场逮捕了蔡姓男子 一杀人未遂等罪送半 东森新闻吴星梅在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